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首发 今天要给大家测评的一款鞋子 就是11代的2.0大魔王 也就是25中年款 然后就大家所看到的 左边的话是带扣子是一个正版 然后右手边的话是某天鞋的一个高版本 然后今天我们要对比的就是说 去给大家看一下它差异化 因为11代的话 它毕竟是属于一个高危款 高危在哪里 就是说你不拿一双正品来做对比的话 你根本就看不出你手上那款鞋 它究竟是真的还是反的 就很难看出来 所以我们等一下会去对比几个细节 这几个细节虽然有差异 但其实差异也是很少很低的 接下来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先看一下正品的一个品控 它做的怎么样 正品的话一样11代采用的是一个漆皮 但是它这个漆皮先对比以往的11代的黑红 还有11代的看扣 用的一个皮料会更加厚一点 也没那么的薄 然后鞋舌这一块的话 也是不是用的不了 它这一块用的就是皮革的 然后飞人也不是刺绣上去的 飞人的话是直接是一块金属的 后面也是 正品的品控可以 没有多余的溢胶 也不容易开胶 这一块的话 填充物也挺厚实的 好我们更拿一支来对比一下 手手正品右手是一个某天蟹 我们先看一下鞋头的一个光滑程度 还有它的一个漆皮用料怎么样 软硬程度的话 手感相对来说比较接近 光滑程度的话我们先看一下正品 然后再看一下某天蟹 漆皮的工艺好坏 在哪里分辨呢 就是说它漆皮必须要先对来说关滑一点 你不能说有坑坑挖挖的 如果坑坑挖挖 你这个漆皮的工艺完全是不行的 鞋头的一个漆皮色差光滑度 我觉得是一致的 然后看一下鞋头它的一个比例 鞋头比例的话主要是看这一块的一个 倾斜角度的一个比例 正品的话这一块的倾斜角度会相对来说大一点 某天鞋的话这一块的倾斜角度就没那么 行程没那么的长相对来说短了一点 倾斜并不是说很大 但这种区别非常的小 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它的一个 后腰 再扣着的是正品 后腰的话从比例上面我觉得没什么可说的 几乎就一致了 唯独有一点点区别的在哪里 就在于 它后面这一块布料的一个色差上面 会有一点点色差 你在对比之下的话 正品它这一块会偏黑一点 然后 这一款的话它相对来说没那么的黑 有点偏紫色 蓝色放白一点 我拉近一点给大家看一下 所以说它高位款就高位在这里就说 哪怕说有区别但是其实差异化非常的 少非常的低 你在不对比的情况下你根本就分辨不出来 飞人的话也是做的 从比例上来说也是做的很接近 唯独有一点来到探板这一块 探板有一点区别的是这款是左手边正品 大家可以看一下探板 黑色这一块的话会比较偏黑一点 但某田鞋的这黑色的话会有点 中间会有一点点放白 在这种差异化我也是觉得非常的 低 然后正品的里面的这个飞人 你看起来的颜色会偏黄色一点 而某田鞋里面的这个飞人 里面看起来是比较偏白的 对吧其他颜色都都一样 大底整个颜色的话都比较接近 都比较接近 偏黄偏黄 但唯独来到鞋底的飞人这一块的话 就比较明显一点 正品的话是一致的都是比较偏 黄色 而某田鞋的话这一款他会比较偏白色 这就比较好认的一个点 然后其他的话 做的真的是挺好的 不是我吹哈 因为 视频你们可以看得到 整个鞋子的一个比例啊 各方面的 然后还有大底的一个色差 几乎没什么色差 还是不错 所以说高危款就高位在这里 那十一代的话 并没有太多的一个差异话可以讲 因为他毕竟是属于高危款 很多细节处都做的很接近于正品 所以你们在购买的渠道上面的时候 如果你们买正品的情况下 你们一定要去选好一个渠道 不能说随便的就去再 对吧 没有保障的平台去购买说所谓的正品 这一点对你们自身是没有太大保障了 因为他确实是高危款 卖到你们手上 你们也不太好去分辨出来 然后如果发生什么事情 你们也不好去维权 所以 这一点需要记住了 如果要购买在正规的一个渠道购买 好 我们本期视频的话到这就结束了 如果说有疑问的话 可以私信我们这边 或者说在评论区留下你们的问题 我们都会做一个回复 这一期就这样 拜拜